大家好,我是Ki-san 很高興今天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家鄉的食物 這個叫做北海道的湯咖喱 其實很多朋友,很多觀眾都有問我 何時Ki-san可以介紹湯咖喱 因為這個是北海人認識的 其實也不是 從幾年前回日本的時候 北海道咖喱是九州內地都看到 我猜到大家都有吃過日本的咖喱汁 就是有甜甜的去 汁是稀少少 接著留一點有少少Spice的味道 咖喱其實用很多用蔥的 大家知不知道呢 我想印度式的咖喱汁 應該都用很多用蔥的 那我一陣子呢 這個煎一煎 幾個字 拉出來本身那個 用蔥的自然的甜味 所以呢 大家常常切 好一點 因為這個煎的時間都很久了 所以 先做這個煎洋蔥 加一點油 而且火力是小火 非常非常小的火 不然會很長的 不然會很長的 本身那個洋蔥的顏色是白色的 那萬福慢慢慢慢就好呢 他做用三個之後呢 他會變成黑色的 本身那個洋蔥呢 有一點 炒出來 看到那個顏色都有很方丈的 這個是本身用蔥的那個甜度 來的 現在我們 雞 醃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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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 我們湯卡 主要的那個材料 都是 雞 或者雞皮 但是 大家都 當然可以用回 其他的材料 常常有 另外骨 的那個肉 好吃 我覺得 因為 一會兒會 煎湯的 有骨 煎 幾個字時間 現在說 我們的湯底 都是 有好味 現在 加了一點鹽 和胡椒粉 然後 剛才開始用這個 日式的咖哩飯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 手道的話 盡量 用這個手道好一點 有機會 這個咖哩飯 皮膚度 很辣 那 醃製 大家可以 蓋住 保鮮汁 買賣的書櫃 幾個字 起碼 都四個字 有時間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看看這個 咖哩味 入到 這個 開用 通咖哩 其他的 特性 加了很多 素材 平時大家 吃 日式的咖哩飯 都有素材 但是 通常都切小 粒 但是因為 煮很久 那些醃製 都已經 用完了 看不到 今天 我用這些 小仔 有米皮 我們吃 因為 那些皮的 中間有很多 營養 所以大家 可以新鮮 吃到 有米皮的小仔 或者 盡量吃 那麽 表面呢 有少少少 因為都是 用手 這樣 沒有細乾淨 沒有問題 的 紅蘿蔔 我已經 泡了皮 了 會不會 切小顆 是 這個 最後都是 切一半 如果有的話 這個 廳的 綠色味 都是 熟滅 嗯 不敢 小滑 可以幫助 咖哩 辣的味道 可以試一下 加上這些滑倒 那現在 我們 煎一煎 那個 雞腿的表面 首先 我們 加上 鮮肉 和 香油 開始 有滿多香味 加上 這個 開菜 好多次 現在 這裡的目的 是 放在表面 不是說熟了 所以 前面 有看到 那個 金黃色 可以熟火 好 可以了 吃火 剛剛我 加了 油 首先 加了 小材 然後 紅蘿 紅蘿 剛剛 我準備了 洋蔥 大家都看到 洋蔥的顏色 都是 飛飛的 但是 今天的 食物 我想 開始 給大家 最簡單的 基本的 煮法 所以呢 我今天 炒一炒 四個字 的時間 變成 這樣的 顏色 現在我加上 咖哩粉 來 加一塊 鮮 蛋 這個呢 大家可以 快一點 攪拌 不然 汁底 就是 焦 那我們 加水 接着是葱姜汁 热开的时候我介绍的酱姜 这个汤底 接着扭上去 剛才那個表面煎了的這個雞 現在放回來這裡 好,那我們鋪三個字時間 好,現在燜了13分鐘時間 差不多那個小仔和蘿蔔都是熟的 我想現在加一些黃色的醬 煮三分鐘就OK了,不需要煮 因為煮很久,它會藍色 口感都不是太好 所以短一點煮一會 然後大家可以加一點鹽 那些咖啡汁的味道呢,出得很好 關心健康的朋友呢 不需要加特地多點鹽粉 這個為大家健康的問題 但是我本身都不會加很多鹽粉 白飯呢,我們不會用餅子裡煮出來 通常都是這樣的碟 西式一點的吃法 那這個,把去到湯咖啡用聲了 大家享受 日本的咖啡飯呢 不同東南華色的咖啡飯 不是那麼辣 皮膚都甜一點 那這種韓式的餅豆呢 我們通常都是日本 很普遍的 日本都是香港有的米 我推介,大家都可以選這種咖啡飯 另外一個湯咖啡 黃色、紅色的包裝 日式的超市有的味道 那這個不同的 Ciccain Powder的味道呢 因為基本的味道是 酥脆的湯咖啡 很清楚的味道 有沒有這個湯咖啡的味道呢 食物的味道都差很多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memor�an 有栽餌 您有點兒 超市 是